妙号跟世号不一样 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 而且没有像后者那样发展成纯粹用来捧臭脚拍马屁的工具 而且以隋朝作为分野 在此之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幸得到一个妙号 在此之后妙号虽然泛滥 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的一生做出保贬评判 妙号起源于敬鬼神众祭祀的商朝 所以帝王死后也需要建庙以供后人祭祀 不过按照理智 几代之后便要将其奉入太庙和祭 称之为挑 唯有对本朝有大功的先王才会被追尊妙号 以示永享祭祀之意 中国人敬祖宗 那么何为祖宗 孔圣人曰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为之祖宗者其妙皆不悔 因此妙号必称祖或宗 一般来说对开国之君称祖 比如汉太祖刘邦 唐高祖李渊 吴时祖孙坚等等 对守城之君称宗 比如汉宗宗刘巡 宋太宗 赵炯 明神宗朱义军等等 不过一些虽约守城 石童开创烟的祭统之君也可以称祖 比如北魏士祖踏跋涛 明成祖朱棣 清圣祖 爱心觉罗玄业等 妙号的选次并不严格 参照事法 但却非常巧妙地在其中暗含 宝贬之意 比如梵太祖 高祖 均是打天下 立即夜的开国之君的专属 脑门上顶着 士祖 圣祖 成祖 这类妙号的 都得是再打过一遍天下的 二士祖 太宗的地位 仅在各种组织下 为助宗之首 向唐太宗李世民就当之无愧 宋太宗赵九就差点意思 士宗看似是赞颂守城有道的令主 实际上也暗指其得位不服 伦常或士气顺序 比如明士宗 诸后聪 清士宗 爱心觉罗应珍等 孝宗 瑞宗 通常都是能力平庸 但德行不错的皇帝 比如唐瑞宗李诞 宋孝宗 赵慎 哲宗 显宗之类的 都是些没什么看透的 守城之君 比如 汉显宗 刘庄 宋哲宗 赵旭 宿宗通常是指 智大 财书之辈 比如唐宿宗 李亨 英宗 神宗 总是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 比如宋神宗 赵旭 明英宗诸齐阵 宪宗 宣宗 一般被认为功过各半 比如唐信宗 李纯 明宣宗 朱瞻基 高宗 暗指 王朝 由胜转衰 比如唐高宗 李治 宋高宗 赵购 文宗通常软弱无能 武宗则有穷兵独武之邪 比如明武宗 诸后赵 清文宗 爱心觉罗 易宁 此外 德宗通常被人 撵得满地跑 宁宗 软弱可期 暮宗光宗挂得快 玄宗真宗 喜欢跳大神 西宗一定是魂军跑不了 埃宗 私宗 什么的看上去就是一脸衰下 一准是亡国之军 像高宗 英宗 世宗这样看上去挺正面的妙号 其实都暗藏玄机 而仁宗这个妙号 就颇有些说头了 仁宗这么好的妙号 可惜没摊上几个像样的皇帝 在中国两千多年王朝史上 国兴 朝灭 不过去尝试 皇帝轮流 组装更是没啥稀罕的 唯一能够始终屹立不倒 并统治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 唯有儒家 可以说 就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们 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儒家的规矩很多 但唯有人才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 更是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 标准和境界的终点 甚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孔夫子认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即杀身成人 言缘为人 子曰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而由人忽哉 言缘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勿事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子曰 治世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又杀身以成人 后世甚至以求人得人 这一成语来形容理想和愿望的实现 可见人之一字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再说回到庙号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 按照常规动作 要给自己祖宗建庙立后 于是 大明朝就有了 德祖玄皇帝朱百六 义祖横皇帝朱四九 旭祖玉皇帝朱初一等一大堆名字看起来像是闹着玩的先帝 而对于血缘最亲近的老爹朱元璋给予格外的殊荣和待遇 不但将其名字由朱五四改成了朱世珍 还将其妙好尊为人祖 想必老朱认为 朱老爹能把自己生出来 就是他为天下做出的最大贡献 称之为人毫不过分 于是 朱老爹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人祖 朱五四这位史上唯一的人祖 最大的功绩就是 生下了明太祖朱元璋 历史上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直到北宋的第四个皇帝赵真去世之后 世间才有了仁宗这个妙号 当然据说在五湖十六国的时候 汉赵皇帝刘渊乱任祖宗 曾追尊过蜀汉后主刘善为汉仁宗 不过在这个以乐不思蜀而被嘲笑了千年的阿斗身上 人们显然找不到人之所在 所以得不到承认也不算数 从宋仁宗赵真开始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六个仁宗 另外五个分别是 西夏仁宗李仁孝 西辽仁宗耶律一列 元仁宗爱玉迪巴厉巴达 明仁宗朱高志 和清仁宗爱心觉罗玉言 及嘉庆皇帝 周杰伦先生曾经约过 人者无敌 开个玩笑 其实语出自孟子 可惜上面这六位仁宗别说无敌了 大部分都是成天哀奏的怂货 比如赵真被辽国和西夏轮流起伏 被迫接受众西增壁和庆历合意这样的屈辱 李仁孝在位期间采取赴金合纵的策略 居然被废弛屡战屡败 使得西夏的国士开始走下坡路 朱高志一辈子都处于被老爸虐待 被弟弟欺凌的苦逼状态下 好不容易继承皇位 刚刚才过九个月就呜呼哀哉 嘉庆皇帝更惨 他的败家老子 把国家祸祸的差不多就潇洒的等腿了 给他留下了个四面起火八方走烟的烂摊子 即便他再请政给黄袍打再多补丁 也无力收拾旧和山了 所以可以说 这六位皇帝虽然被冠以人宗 这个看似高大上的妙号 但怎么看都像是闹着玩的 对于异族皇帝来说 只要众文宠儒 开开科举什么的 就能收获人宗高貌一顶 守城之街的妙号 基本都是崇信儒家的世人搞出来的 他们为啥把祖师爷 分为闺孽的人 搞成这副德性 以我的小人之心猜测 这帮家伙开始可能是想憋把大的 弄出个完美无瑕的皇帝 再贴上人宗的标签 于是在他们的眼中 刘恒刘启过于软弱 刘彻太粗鄙 刘寻简直是属家叛逆 汉木制堂中的乱世挑不出什么好人 李志则没管好自己的老婆 李龙基更是一个天字号的大白家子 挑来挑去挑花了眼 结果一千多年就过去了 儒家门徒的这口气憋得有点长 实在憋不下去了 干脆拿赵真凑合事得了 至于赵真之后的那几位仁宗 怎么看都像是这帮家伙自暴自弃 放弃之了了 所以后来凡是出身一族的皇帝 只要尊重儒学 重视礼乐 虚心接纳汉文化 便统统奉上名曰仁宗的高貌一顶 例如西夏仁宗宋仁孝 崇文贬武 重用儒诊 重视教育 实行科举 西辽仁宗耶律一列 在位期间不仅是西辽国立最为鼎盛的时期 还学习和采纳了汉法治国 加强了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融合 元仁宗爱玉黎巴利巴达 自幼熟悉儒家典籍 即位后重用汉臣推行遗属治国的政策 而且还重开科举 至于清仁宗嘉庆皇帝更是亲手终结 自顺着皇帝以来 持续了150多年的文字语 光这一点就足够成天 感觉脖子凉嗖嗖的士大夫们 歌颂他们的仁德了 至于汉人皇帝想搞到 仁宗这个妙号难度就大得多了 比如一部明史几乎可以被视为是 皇帝与文官的争权史 朱元昭和朱棣这爷俩 都有看见文官就来气的习惯 不但撤掉了宰相这个 让文官们朝思暮想的职位 还动不动就砍得他们脑袋满天飞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尊辱敬礼 跟文官亲近的朱高赤 于是激动不已的士大夫们 迫不及待就将仁宗这个妙号奉上 哪怕朱胖子就当了九个月的皇帝 实际上根本来不及干啥正经事 不过士大夫们很快应该就后悔了 因为他们万万没想到 天生就跟文官犯重的朱家皇帝中 居然又冒出来个朱幼堂这么个怪胎 对文官简直是无敌的好 可惜啊 仁宗这个妙号已经被占了 只好拿孝宗凑合事 想必他们一定会痛恨 当初这么轻易 就把仁宗这个妙号 送给了朱高志了吧 所以在五个仁宗里边 也就剩下个赵真 看上去最名副其实了 从黎王换太子仪式中 可以看出赵真宽厚人数的性格 关于仁 儒家认为上下相亲位之人 道家的看法是亲而不可不广者人也 法家则理解为 仁者为其忠心欣然爱人也 无论辱道法三家对于人的理解 又何一统 在中国历史上 两千多年里出现的几百位皇帝中 赵真就算不是最跟仁字贴边的 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赵真的命其实是蛮苦的 他的老爹宋真宗赵恒 一共生下六个儿子 赵真排行最末 本该跟地位无缘 可没想到 他的五位兄长统统早邀 这下 赵真就算不想当皇帝都不行了 赵真是不是个好皇帝有争议 但是个好人绝无争议 而且可能是中国历朝皇帝中品性最好的 看似很幸运 其实从赵真出生那一天起 迎接他的就是一幕幕的悲剧 赵真生母李氏的出身很低贱 本是宋真宗赵恒宠妃刘娥的侍女 李氏之所以能够生出赵真 一是说因为刘娥无子 所以拿李氏借负生子 还有一说是赵恒随地乱发情 无意中推倒李氏 于是阴差阳促之下有了赵真 不管怎么说 赵真一生下来就被宣布是刘娥所出 而可怜的李氏 只能眼巴巴看着亲生儿子被抱走 却不敢相认 前行元年赵真即位后 刘娥以皇太后身份代行国政 他不但在朝中大权独揽 视皇帝如傀儡 而且处处以武则天为榜样 摆明了要效法武士 成为女皇帝二 可惜在士大夫为主体的朝臣的 坚决阻击之下 刘娥的梦想成功 明道元年李氏去世 次年刘娥也崩老 这时关于谁是赵真亲妈的真相 才大白于天下 后来人们还根据这事 编出了一出黎妈幻太子的故事 可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 后来宋英宗赵鼠弄出的 蒲毅和明世宗朱后聪搞出的大礼仪事件 都折腾的朝廷上下鸡飞狗跳 一大堆高官重臣 因此或遭秉处或屁股遭殃 或是干脆人头落地都不稀奇 像是大礼仪事件 断断续续的延绵了二十多年 搞得朝中有点骨气的官员统统完蛋 就剩下一些谄媚额上之徒 明朝的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更何况赵真在位的头十年 可是被刘娥欺负惨了 险些连皇位都被这个恶婆娘给夺走 新仇旧恨之下 即便是性格不那么暴力的皇帝 也绝没有饶过刘娥及其家族的可能 那么赵真会怎么做呢 刘娥一死 皇太妃杨氏终于有胆子告知赵真真相 紧接着 著名的八大王赵元也也跳出来跟着起哄 声称陛下乃李臣妃有所生 非死亦非命 于是人宗好动顿悔 不是朝累日 下哀痛之赵自责 一般人在此晴天霹雳之下 往往会失去理智 尤其是在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为平氏的情况下 由此大开杀戒 杀得人头滚滚乃是寻常适耳 不过赵真尚能保持头脑一线清明 先是派兵包围刘娥亲戚的府邸 然后派人调查真相 当得知李氏被以皇太后之礼下葬 遗体保存完好时 不禁感慨到 人言其可信在 这时赵真似乎忘记了刘娥曾经的剑阅和对她的积压 有的只是对此前猜疑刘娥和对她冒犯的悔恨 于是便跑到刘娥的灵旧间 樊相祭拜 一时忏悔 此后 他还亲率群臣送刘娥陪葬于 真宗永定陵 并亲定嗜好 张谢明宿皇后 本来按照旧旨 皇后的嗜好只有两字 不过赵真以刘娥曾临朝称之为由 讲起嗜好增为四字 孔顺人上起倡导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 赵真能够以德报怨 输为难得 能赶出这种以德报怨之事的皇帝 除了赵真之外 真的极其罕见 上有人君 下有贤臣 赵真在位四十二年 几乎将两宋名臣报怨了 在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其实很简单 早在两千多年前 孟子就对其做出过明确的概括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氏君如复兴 君之士臣如犬马 则臣氏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氏君如寇仇 所以历朝历代 没有明君贤主在朝 必有良臣猛将为辅 若是昏君拥主当道 则必有坚硬国贼丛生 说起北宋名臣 大家都会想起谁 像范仲淹 包整这样的贤臣 当不上宰相的事情 起码在两宋 只可能发生在人宗一朝 当过宰相的如王层 验书其中的佼佼者在赵真之后的英宗 神宗甚至哲宗朝 继续相位布道 比如韩琪 文言伯 富弊等数人 没当上宰相的如范中烟 包整 欧阳修 于静 苏巡 苏氏 曾拱 沈阔等随便拉出来一个 只要运气不太差 在别的皇帝那里 都能捞到个宰相当当 至于像王安石 司马光 王规 司马光 韩将 吕公柱 苏哲 苏颂 范淳仁 张敦等后来当上宰相的家伙 大都是在人宗朝 步入的仕途 或多或少得到赵真的栽培和重用 才有了后来的辉煌 即便在赵真最弱的武士上 也有狄青 仲世衡这样的名将遮羞 至于奸贼 王清弱和丁卫 倒算了一上 不过这俩货 都是赵真那个不靠谱的老爹留给他 并被把持朝政的刘俄所重用的 早在他清政以前就死的死 滚蛋的滚蛋了 赵真在位42年中 又人用的最糟糕的代表 大概就是贾昌朝了 不过老贾要是跟之前的王丁之流 以及其后徽宗朝的六贼 高宗朝的秦桧等人比起来 绝对是个大大的好人 甚至可以说 要想搜索一下两宋319年间的名神 只需在仁宗朝划了一圈 基本上就能搜楼个七七八八 漏不掉几个 赵真何德何能 居然使得天下群衔避之 因为他生性 公 简 人数 虚其纳戒 月下仁慈 严于利己 而宽于待人 比如 他为了避免浪费和劳动下人 宁可挨饿 也不肯在半夜要碗羊肉汤喝 再比如 身为九五之尊 他甚至连生活用品都舍不得用心的 这种人格上的魅力 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都极其罕见 足以吸引崇尚高贵德行的士大夫 为之效命了 而赵真能够让天下英才死刑他地的替他卖命 最大的秘诀就是他对待沉迷 有着皇帝中少见的宽容与信任 比如四川有个书生脑子进了水 居然迎出 把断剑门 烧战阁 西川别是一乾坤的诗句 这种屁话 无论放在哪朝哪代 都是十足真经的反噬 要是放在我大清那会儿 不砍掉满地的脑袋 把成百上千人折腾得欲仙欲死 那就绝对是见鬼了 可是赵真却不这么看 他认为这家伙就是因为科举屡次落地 所以文人的酸气伐作 血实泄愤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矛盾 赵真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 给这家伙缝了个私户参军的小官当当 于是问题解决 结大关系 而除了赵真以外 真没有几个皇帝能干出这种事 再比如赵真生活简朴 更说不上皇淫 可是以大嘴巴著称的苏氏的弟弟苏哲 也是一个大嘴巴 他在科举考试时 胡说八道 谴责赵赵真在后宫 续击美女上亲人 生活纸醉机迷 压根儿不关心民生 小苏的这种行为很恶劣 在明清时被砍头遗族都不奇怪 可是赵真连触落这祸的惩罚都不同意 赵真固然有他的弱点 比如宽人少乱 无定制 这也是导致庆礼行政失败 和对西夏对辽的战争 和外交屡屡失败 受辱的主要原因 不过作为一个成长于 身宫妇人之首的守城之君 他有着这样的毛病并不奇怪 毕竟像刘彻理智 那么变态的皇帝 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否则这祸岂不是要堪比秦皇唐宗 还得给他弄顶千古一地的大帽子戴戴 前面说过 赵真的命够苦 小时候不知亲妈是谁 当上皇帝还被后妈欺负 好不容易亲政了 不得得收拾败家老爹留下的衣服烂摊子 还经常让包拯 等臭脾气的大臣喷一脸口水 大宋江山内忧外患不绝 天灾人祸不断 跟其他皇帝相比日子过得也是倾苦不堪 最让他伤心的是 拼命忙活了好几十年 生下三儿子都没养活 只好认侄子赵蜀为养子 结果赵蜀即位之后 不但成天跟赵真的老婆吵架 还不认他这个养父 闹出个仆役事件 若是赵真全下有知 该有多伤心 一生中遇到这么多挫折 哪怕是普通人的心里 也会发生一些不好的变化 何况一个皇帝 赵真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如此自律宽忍 对他人充满了信任与慈爱之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以仁宗城的实际情况 用汉武唐宗那样的高标准 言要求苛求赵真 实在是过分了 至少天下人不分敌我 贵贱国别 几乎通通都爱戴赵真 能做到这点的皇帝有几个 每个皇帝都整天被人残来败去 可是真正让臣子心甘情愿 屈下膝盖的又有几人 假有八年三月 赵真驾崩 消息传出 京师罢氏相哭 数日不绝 虽乞丐与小儿 接焚纸钱 哭于大内之前 在洛阳 因为自发的为他焚烧纸钱 以示哀悼的人太多 导致城市上空天日无光 即便在偏远的四川禁阁 山野间的妇人们 也头扎白金 为他的皇帝戴孝 甚至在辽国 上着辽皇下着百姓 对赵真的面怀 也跟宋国没什么两样 仁皇帝崩 前使 曝于 契丹 燕尽之人 无远近皆举哭 卢主执使者 守号洞约 四十二年 布什兵阁矣 其后 北朝藏人皇帝 所赐御医 言是之 如其祖宗 灵木云 看起来好人 也算有好报 赵真这一生 应该知足了 毕竟 从能力和座位上看 他只能算是一个 平庸的守城之君 但仅从人性的角度 他又绝对不负 人宗这个妙好 甚至称之为 千古一帝 也不为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